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再收看真哥开讲 我昨天在讲盘的时候讲到一档歌舞叫做春风马蹄集 春风马蹄集今天开盘就涨停板了 就这档开盘大概十分钟就涨停板了 那这个三五号的话是昨天对不对 昨天的话买一九只会拉涨停板 今天高点在一百三九 一九到一三九一公里也有二十块价值 好 我们来先看一下有两支VCR 一个是三五号 一个是例子 我们看一下 我想明天给参加的人做这一档 三千年来有一次没有变过就是符 他不要变过一次 怎么变你知道吗 他这两个倒拜了 那还是一个符 三千年来没有变过是他这支对不对 这支绝对会去的 我们做这支就好了 好 那我们看完三个话 是昨天现喊现涨停板 那另外一支股票是我昨天讲 我们之前在选前就布局的 选前就布局的 我们来看选前布局是这个 11月25号那一天 如果今天如果站不上 因为11月26号选举 这礼拜五嘛 上不了一万五的话 选后回落一万四千五 这是一天行情回落 但是励志上升趋势已成 报仇无妨 来 我们来看一下励志的VCR 今天的美食 我下个标语就是 始终是美丽的时刻 始终是美丽的时刻 那么明天跟我来加码这一档 叫春风马蹄集 相信会给你得到满意的结果 今天节目到这里 一路大家明天操作顺心 政客开奖祝你 收盘愉快 谢谢 收盘愉快了吧 收盘是涨停板了 对不对 收盘有没有愉快 收盘愉快 开盘愉快收盘愉快 11月24号 我们是买在2685 春风马蹄集 2685 2685 这个第一财2615 对不对 我买在2685 因为已经快起来的 11月24号 11月24号是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对不对 11月24号是收盘2000 我们买在2685 所以呢 整个上涨的破断全吃了 我给他取名 叫做春风马蹄集 那春风马蹄集 你看了 1234 因为经过四天 好像是马步 抽搐不浅 但是今天就一架锁 涨停板 一架锁涨停板 这是270 270 我买268 最低来到261块半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春风马蹄集是谁 开在2615 这个立志对不对 就是立志 春风马蹄集 那立志春风马蹄集 我们的成本在这个地方 我们拉大价差 我们就赚这个地方 306块 成本2685 收涨停板 我们成本在哪里 就是在哪里 就是春风马蹄集 那我昨天就说 我要加码嘛 我不见得每天都要 推陈出新 有新的股票让你做 但是这是 我在24号选举前的股票 那我也告诉大家 这股票 我买了好几天还没涨 真的春风马蹄集 是我讲的 昨天我解完盘的时候 告诉我要做这一支 有没有 直接锁涨停 有没有春风马蹄集 不错吧 好 那我们这个立志来讲 我昨天 似乎我也讲到 就是他的EPS 我们看一下他的 基本面 基本面 EPS呢 有14块多 14块多 EPS 14块多 那明年比较旺的 就是他的伺服器 伺服器比较好 那 基本上他这个EPS高到14块 所以呢 14块 14块你大概用30倍本利比 大概要多少 400多嘛 对不对 要400多 昨天24号就开始买了 从这个K线开始买 上去 所以呢股票一定要值得等待 值得期待 值得期待 不要等三五天不涨就把它干掉当肥料 春风马蹄集 直接锁涨停板 那你说今天涨停板的何其多 但是呢 其实很多涨停板 我除了今天涨停板 说春风马蹄集的例子以外 其他的我们看不上眼 为什么 杂七杂八的 杂七杂八的 这个是一个V型反转 V型反转 所以呢 你可以看整个大波段 从1015块一路下沙到现在 他现在又突破另外一个什么 一个平台压力 所以你说他强不强 所以我们再讲到3000年来 没有变化那个叫四七五的 叫做散化 有没有 他是越过 即将越过平台整理 所以我们开盘较近 直接拉涨停板 这是昨天 然后呢 尤其是今天 每一天的会员都有 涨停的股票 那接着我们要讲就是说 接着我们来讲 标股前卫了 标股前卫了 我们是分两波段 我们在选前一天之内 买220涨停板 220我们出掉 隔天就出掉246 246然后选后呢 在一滴盘开买236收盘246 今天美利的时刻叫做1795 今天高档有来到前高大概是253左右 但是呢这已经过高了 所以呢还可以期待 那就是等吧 这是要滑药以收十指变盘线 所以呢1795美利的时刻一样 也是稍微涨2块钱而已 那继续等待 这个再喷上去 那就境界更宽阔了 那我在讲这个 美利的时刻 是让美国的这些血癌的人呢 吃了这个药能够好 然后呢白血病能够好 享受 人生美利的时刻 它叫美食 美食 所以刚刚讲的 3000年来唯一没有变的 中国是福气的福 算坏没有涨停板 那春风马蹄集的励志 有没有涨停板 然后这个美食 有没有大涨特涨 也是之前涨了一只涨停板嘛 对不对 涨了一只涨停板 开门一买就涨停板 所以呢都是涨停板 那这个逻辑来讲就是说 美股在创新高 因为Tesla跟NVIDIA在创新高 苹果呢 因为富士康事件之后 在创新高 那么苹果为什么昨天会大涨呢 因为江泽民 去世的消息出来 那么中国大陆也政策有点转换 就是开始要解封了 再搞下去中国可能要崩盘 那所以说最坏时刻 也是最美丽的时刻 也是美丽的时刻 美食嘛 所以昨天的这些个股 三大个股大涨之后 美股大涨了700点 相信你们在睡觉前 是跌了100点 说反正早上起来涨700点 所以台股就直接就喷了250点 喷了将近300点 也是美丽的时刻 我们来看 就是说将来我们在 这个礼拜来讲 几乎都是美丽的时刻 我们来看 出师有名 这两个股大叫做风云再起 风云再起 我昨天讲这个是 我们要买 我们要买的是什么 春风马蹄集 今天掌顶板 那么今天风云再起来讲 明天还是掌顶板 这个是春风马蹄集 268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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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涨0板 好那我再预告一下 这是我的股票 我们已经进涨了 76块 这个是什么时候 买在两天前买的 今天有拉上来 我们明天再加码这一档风云再起 因为它的位阶从七字头会到100 从七字头会到100 而且很快的 很快 因为这档股票是我长期在 盯了一档个股 给它名叫做风云再起 再起哪里 这是高点110对不对 它会来到相对的100的地方做震荡 所以很便宜 很便宜 然后问我说是哪一档 你就直接入会 我们明天开盘 八点四十几分我就会发盘了 就会开始发盘 那这一档就好 明天做这一档 明天就做这一档 我在讲就是说 当一直中国大陆来讲 三年不开放 三年不开封 所以以致呢 民不聊生 现在江泽民倒下来之后 96岁倒下去之后 现在慢慢要解封 哪一天的恒生股价值 指数A股大涨的时候 你要做的是哪一档的ETF 这个也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而我们今天也都进场了 我们今天都进场了 但纯粹做股票 刚刚讲的是ETF 那做股票来讲 你就讲风云再起 那我讲一讲隔天就会涨停板 这一档 隔天就会涨停板 明天的第一通讯息 就会告诉大家 我讯息非常简单 我昨天讲就立志 对不对 今天讲的 昨天 昨天 我的节目当中 遇到大家今天收盘愉快 今天收盘真的很愉快 开盘愉快 收盘愉快 那四七五五呢 这是昨天愉快的 对不对 昨天 开盘买直接拉涨停板 愉不愉快 都愉快 那么我们讲1795来讲 美丽的时刻 始终是美丽的时刻 过高点 因为他现在关紧闭 紧闭关完 整个是大涨特涨 那我们在进入广告的时刻呢 拿起电话来 我们要做这一支 叫做风云再起 进入广告 股市散户站起来 588团结专案 超跌才会创造超额的利润 你不用单打独斗 大家团结 通前走 团结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当年避开投资陷阱 只剩关键 顶顶顶专专专业操盘团队 为您掌握 顶页投顾 0285113366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盘 大盘是随着美股大涨 那开一高盘 那一高盘 它并没有撑到最后的一高盘 我们看一下它的K线 它有流上一线 它有流上一线 它是一个黑K 那么成交量呢 也暴增到2915亿 跟之前选举那个之前的1700亿 等于是已经成交量呢 暴增了一倍 有没有 在11月21号是1700 现在呢 3400是一倍 对吧 现在是2900多 所以成交量已经倍增 那如果量倍增的话呢 你就是要小心了 小心什么 因为有些股票 它从头呢 涨到尾了 这叫四星KY 那四星KY的话呢 它是 小心一高 一高出货的股票 价差65块 这是从一高盘960直接杀到895 从960直接砍到900以下 所以股票不可以追高 你的基期很重要 所以我们待会看 我们做的股票来讲 四七五五 它基期是在开始正次高飞前 我们买了就直接拉涨停板 那这个例子来讲 开一高盘直接就拉涨停板 所以呢开一高盘很重要 所以风云在这场个股 是我明天要做的个股 让你注意一下 如果有兴趣的话 打个电话进来 免费电话打个电话进来 所以这个例子 所有的股票涨停板有很多啦 但是呢 我例子 我左选右选 选股的方向就是 我例子我看得上眼 其他我看不上眼 所以这个是大盘 那大盘来讲这一盘是尾盘杀 杀的话是杀什么 去抢的福尔 直接当中的福尔 就直接杀 直接杀 所以你去回顾一下 春风马蹄集的这个题材 我说11月24号我买了 明年还要再加码 270支今天直接喷到306 那306还有没有高点 当然有啊 还有高点人家才会锁涨停板 没有高点人家锁涨停板要干嘛 锁了将近3000张 将近3000张 这个是 那我之所以呢 之前给大家参考例子的原因 除了EPS14块以外 我就告诉你 就是说它的周线图 有没有 周线图已经翻了嘛 所以我买在这个地方 买在前一周 这一周就享受涨停板 那这个例子来讲 曾经涨到1015块的例子 这是去年的1月20号 已经是睽違11个月了 很高点 那这个地方是起跌点 那这个地方是起涨点 一个起涨点来讲的话 从这个地方 它例子是从153 涨到1015 从底到顶 涨了五倍 那涨了五倍 从这个地方 我要去抓它的倍数来讲 212低点的两倍是424 所以呢 底部的股票 你要勇敢去买 勇敢的报 因为它是有倍数的 一倍是多少 两倍是多少 那你看它之前 在新贵的时候 153 为什么直接 直接呢 跑到1015 这就是倍数 这五倍 那你在2603来讲的话 我们要看2603 看2615 在2615万海 这条线 这条线是五年线 我不要说它会上会下 破五年线就走 站在五年线就买 这个从11块 涨到300 353块 这个已经涨几倍 涨了30倍 所以立志来讲 我说我只要涨两倍 但是之前的万海 它涨了32倍 有没有 万海涨了32倍 所以大家叫做趋之若鹜 那你敢买 你敢买你就赚 但是买在上面 不愿意走 就是赔死了 有没有 赔死了 赔死了 对不对 所有的 这个涨完之后 所有的红黑线的 周线图 逢反弹都是空 反弹空 一直跌落到五年线 五年线你现在去买 有一个条件 它才会 你才会赢 就是说 它的航运的价 还要再涨 除非就在发生了 过去的事情 两年前的事情一样 整个航运费率高涨的时候 它才会涨 在这个地方只能打底 所以我不会叫 我不会叫航运三雄 你再怎么涨 我们来看2603 算是比较强的 2603 跌引 跌一块 我的立志涨停板 涨多少 涨27.5 一个是跌一块 一个涨27.5 你说你要选 要不要选春风马蹄戟 春风马蹄戟的这个题材 原来就是皇帝 在春流的时候 骑着马 那马呢 看到了百花盛开 马蹄戟的时候 龙心大悦 那我想我的立志 有没有让你龙心大悦 春风马蹄戟 感受很深 对不对 然后我的4755的三幅画 有没有让你感受到 三千年来一个 一个只没有变的这个福气 这个文化 三幅画 特殊的电子材料 那三幅画我昨天在解盘的时候 我也曾经跟大家讲 我每次解盘我都讲得很清楚 他这个EPS很高 七块多 七块六马二 各位看到没 七块六马二 那你3680来讲的话 他叫3680 3680就是加登嘛 对不对 那加登来讲 他的EPS多少 才2.4 十倍本利比 那4755呢 他本利比是多少 131 131块除以多少 出于7嘛 对不对 所以才十几倍本利比 比起来这个还是比较便宜 好再讲美利的时刻1795 1795的话 他这个盘盘盘拉起来 对不对 因为他现在都是被警示 等到他被松绑的时候 解封的时候 他就会正式高飞 今天大盘涨了133点 成交量将近3000亿 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1795的涨停板 代表电子股 代表电子股的 6719的涨停板 代表电子股又是重涨均浮 那这些IC设计 电子股能够重涨均浮来讲 代表电子期 电子一定涨 电子涨 大盘一定涨 那传产来讲的话 你要看有没有题材 我们也不要说没题材 有的是很有题材 没题材我们就不要做 那你有题材没题材 你不要去搞到这种涨很高的 风云再起是不错 你不要搞这种倒栽充的股票 将近1000块的你还想怎样 这叫做私心KY 有KY的你都要戒慎恐惧 我不是说他不好 你听清楚 我没有说他坏话 开一高盘直接倒栽充 这简直在倒股票 你说没有说他坏话 这个为什么没有说他坏话 好话跟坏话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 那你一倒栽充 我可以放空 也是赚钱 对不对 你大涨了 像立志我是做多赚钱 你放空当然是赔钱 那像私心KY来讲的话 你放空不就大赚 所以你的头脑要凌厉一点 就是说 你会到我的半康 我现在讲一个题材 就是说 中国大陆之所以要解封 是因为压力太大 民意压力太大 江泽民过失的消息 一定要解封 不然你那老伙子 你放在那里要冲山 对吧 江泽民要怎么办 死不瞑目 我解封 灵魂也要出去 所以解封之后 中国相关的概念股 有哪一档个股 这我们今天已经进场了 所以明天的第一通讯息 我们也会讲这一通讯息 就是说 我们要做哪一档 要做哪一档 明天的标股是这一档 叫做风云再起 这个我们已经布局 在这个地方布局 今天涨到这一点点来 明天还要再涨 你说曾老师 你会这么准 一百一十九 我告诉你 三千年来从来没有变过 只叫腹 这些三幅画 对不对 开盘就涨停板 开盘就涨停板 这个地方 开盘就涨停板 这是周线图 我们来换日线图 日线图 日线图来讲 它高档震荡 本来就应该高档震荡 是不是 高档震荡 它每一次震荡都会上 每一次震荡都会上 所以我们讲到春风马蹄急 为什么其他的IC设计 没有涨停板 涨停板我们也看不上 为什么 因为不是我要的 那这为什么 取一个名字有那么困难吗 春风马蹄急 因为EPS14块 因为它价格便宜 因为它的多头趋势行程 加上NVEDA TESLA大涨 那当然就是 那我怎么知道 昨天我在震荡的时候 是下午三点半 我怎么知道 收安排美国的NVEDA 美国的TESLA会大涨 TESLA TESLA的马蹄更急 对不对 它是做电动车 所以明天你要注意 到电动车的题材 我在讲这档个股 就是说 我将风云再起的这个地方 这档个股 其实就是一档标股 标股呢 好像是一个武功高强的 的瑕士 然后它沦落江湖 沦落江湖 它将再起 这个是江湖瑕士 所以呢 这个破绊 再起的时候 需要它 这个江湖瑕士的帮忙 再创新高 股票 股票 指数 加全数全面再创新高 所以呢 我们要记忆它后方 因为它业绩真的是很不错 业绩真的很不错 还有谁 就这个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 你说 你 你寻它千百度 纵你寻它千百度 那人依然在灯火燃山处 在等你 灯火燃山处 就是说 那它是蹲着 它并没有很高 你要真的很高的话 你就小心了 不要像四星KY一样 对不对 它高高的 在帮 在出货 所以呢 办好手续之后 你或者你可以打电话进来问 曾老师讲的风云再起 它就像立志一样 开一高盘 直接拉涨天板 这一档股票 也不例外 今天节目到这里 预祝大家呢 明天呢 收盘愉快 收盘愉快 像我立志 预祝大家收盘愉快 收盘愉快 这档个股也预祝大家 打电话进来 或是直接入会 明天开盘 前8点40分 我会把这档股票告诉你 也预祝你明天收盘愉快 大家愉快 欢迎再次收看 盛作开脚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估并自负投资风险